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乡池阶段。 在抗战的大后方四川,这一年鲍慧桥出生了。 鲍慧桥,钢琴家,他深深地爱着钢琴,也爱着两个男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丈夫,然而最终只有钢琴陪伴在他身边。 我是出生在1940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啊,是在四川五通桥,就是乐山专区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然后呢,我长呢,就长在宜宾的那个郊区的一个叫,就是叫马鞍石,一个小镇吧,因为在那建电厂,我父亲在那建电厂。 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可以说在那个抗战那个年代里头是一个世外桃源,因为它没有战争的影子。 战争的炮火硝烟对这个年幼的小女孩来说,似乎相隔甚远。 五岁那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因为父亲鲍国宝被调往北平担任纪北电力公司总经理,鲍慧桥也随父亲来到了北平。 鲍慧桥的父亲鲍国宝,192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23年回国就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从事火力水力发电的技术研究,被人称作中国的电力先驱。 爸爸是建电厂嘛,所以他经常是建一个电厂呢,就搬到一个城市,筹备几年建好了,然后等到都运转正常了,他又被派到另一个地方。 所以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生在四个城市,解放前夕搬到北京,他先到了北京以后,他觉得我妈妈喜欢弹钢琴,所以他就买了一台钢琴。 就是准备着,就等我们搬到北京呢,就送给我的母亲。 那是一台二手的德国历史小钢琴,在那个并不安宁的年代,能够拥有这样一台钢琴,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那个时候呢,因为不像现在呢,就好像就小孩三四岁,四五岁就要学钢琴,那时候我母亲呢,也没有觉得我们应该开始学钢琴了, 只是他自己呢,在上面弹一些小曲子什么这样。 那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在旁边玩,那个,有时候好像在那个院子里头,骑着一个那个小三轮车呀,或者在那玩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在屋子里做功课,画画啊什么,玩的,就听见我妈妈在那弹一些东西。 所以耳朵里头呢,这些曲子还是,就老听在耳朵里头,比较熟悉。 但是呢,自己并没有学。 钢琴悦儿的旋律,伴随着抱会桥,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 童年出了嬉戏玩耍,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她去惯心了。 1949年,家里所发生的变化,让这个小女孩慢慢长大了。 那时候我们比较小,只是围城那阶段就是会有一些印象,一个就是家里所有的玻璃窗都贴了那个纸条,因为怕轰炸或者炮弹就震碎了,所以贴成那种米字形的那种东西,反正每个玻璃窗都贴了那个,然后经常会停电呢,或者是在澡盆里头存水。 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解放军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准备和平解放北平。 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感觉大势已去,准备在撤退前破坏掉北平的城市基础设施。 北平的电力系统更成为主要的破坏目标。 我爸爸当时在的那个工作,就是管北京的电力吧,是属于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底下的一个系统。 国民党这边吧,就叫他离开当时的北平,就是要把这些人呢,什么的,主要的这些能源呢,就是都要撤到台湾去,是吧。 然后肯定在走以前呢,会把这个能源系统,就发电系统要破坏掉。 为了能够保存北平的电力系统,地下党找到了北平电力系统的负责人,鲍慧桥的父亲,鲍国宝。 共产党的那个代表,就从,那时候已经围城了,从石井山那边,就是从城外,就有人来秘密找他, 就是让他要保护这个电力系统,迎接解放。 那么后来,他又派了人秘密地出城,去跟解放军的代表接触。 1949年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的电力系统在报国宝的帮助下,得到了有效保护。 为表彰其功,新政府任命报国宝,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华北电力总局总经理,负责华北地区的电力系统。 那一年,鲍慧桥九岁。 总算稳定下来的生活,使母亲萌生了让鲍慧桥学习钢琴的想法。 我第一天学钢琴,其实好像挺糊涂的,虽然我也已经九岁了嘛,就很多东西就是不明白,两个手就好像都搞不在一起。 第二天就忽然就会了,就这样,那么后来以后就是这样,就业余地就开始学了。 也许是得益于自身的天赋,也许是得益于母亲的熏陶。 报慧桥在学习钢琴的第二天,就展现了他的钢琴才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后,母亲开始教九岁的报慧桥学习钢琴。 13岁时,报慧桥意外地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找上的消息,于是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13岁那一年,有一个小朋友,他父母跟我,他母亲跟我母亲是朋友,所以这个小孩跟我也是朋友。 这小姑娘有一天来找我,她说,我已经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少年班,那时候附中叫少年班。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想考。 她说,不行了,已经考完了,明天就是考文化课。 她说,因为专专业课我已经通过了,明天要考文化课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行,我也得去考。 报慧桥要求着小伙伴带他一同去考试。 第二天,报慧桥没有告诉家人,就跟着这位小朋友去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点。 我记得那天非常非常热,我戴了一顶草帽,然后就跟着那个女孩,我们就两个坐着那个油轨电车什么的,反正就,我也不知记得哪路,就到了那个地方,就让我走走走,就走到那个习记轩,那个考点。 然后我就跟那个两个女老师说,我说我不知道考试的消息,但是我很想考,能不能让我考。 当时呢,那个老师真的是好,就没有说,像现在,一定可能是扳起面孔,你明年吧,谁叫你不知道呢,是吧,你过期了,没有这个机会了。 居然他们两个就说,那你明天早上来考吧。 第二天一早,报慧桥没有做任何的考试准备,就去了考场。 真是碰到好人了,他们就叫我弹弹几个曲子,那我就很简单了,就弹了几个曲子,然后呢,他们两位老师就说,好了,你回去吧,等消息吧,我也就这么就回家了,也没有紧张,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后来想起来,我当时真的很简单,就这样,下午居然他们就打电话告诉我们家,就说我考取了。 过了许多年后,报慧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觉得不可思议,不知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自己太幸运。 报慧桥从报名到录取,仅仅48个小时,就进入了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三年后,16岁的报慧桥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1961年,是报慧桥钢琴生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被选派参加第二届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 在全国众多选手中,报慧桥与上海音乐学院的红腾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到罗马尼亚参加比赛。 而这时的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生活异常艰苦。 当时是三年饥荒啊,非常艰苦,因为吃不饱。 每个人中午有一个拿那个罐头盒,午餐肉的罐头盒扣出来的窝头, 那个都有一个票。 为什么要拿罐头盒扣呢? 就因为你手捏的窝头有大有小,而且会粘在一起, 这个粘掉了那个一块,那个粘掉那块,大家心里不平衡。 谁多了一个,谁少了一点都不行,所以严格地用罐头盒扣出来, 每个之间有一点距离,每个都一样大小。 生活的艰苦也许可以克服,但还是在1961年, 苏联撤走了专家和一切对中国的帮助。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我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也是第一次中国教授自己来培养, 自己来准备一个国际比赛。 一个是我,一个是上海的洪藤, 另外一个女孩子, 她的教授是上海的范继森教授。 那么我们当时都是音乐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只有我们两个是真正是在中国教授 这个培养帮助下准备的国际比赛。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的国际钢琴比赛, 中国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的选手, 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此时的爆会桥只能孤注一掷。 在那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 国家是三年灾害, 然后突然撤走了那个苏联专家。 当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什么?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开始用的是那个奋斗的奋, 奋发图强。 后来改的是一个什么字? 我记得非常清楚, 发奋图强, 奋, 奋怒的奋。 从选拔到正式参赛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准备, 这对爆会桥和他的老师们来说是非常紧迫的。 在他们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为国争光。 1961年,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失去了苏联专家指导的爆会桥和他的老师们, 在艰苦的环境下, 克服困难, 投入到了第二届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的准备当中。 半年之后, 爆会桥登上了罗马尼亚国际钢琴比赛的舞台。 当时啊, 人可能比较单纯, 就觉得我要为国争光, 就这种心情, 我记得第一轮比赛的时候, 我好像我很专注, 一个呢就是说心比较, 就是没有太多的想我个人怎么样, 一个呢就是他罗马尼亚的听众非常的好, 音乐的素质非常好, 觉得底下的听众非常安静, 你觉得他非常懂, 这种情况好像他会给你好的一种信息, 你就有一种好像那种创作灵感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轮比赛我发挥的特别好。 爆会桥在钢琴比赛中, 获得第五名, 红腾获得第三名,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钢琴选手, 在国际大赛中获奖, 这让奋发图像的中国人倍感骄傲, 人们从此记住了爆会桥, 爆会桥也在中国的钢琴界开始崭露头角。 居然有两个中国人参赛, 两个人进了决赛, 两个人得了名词, 这个在当时很令人吃惊, 为什么年纪大一点的人有时候还会记得我们, 记得这次就是乔治安妮斯库比赛, 记得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那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成果, 当时大家感觉到很振奋, 有一点两眉吐气的感觉。 也是在1961年, 另一个年轻人同样振奋了中国人, 他就是夺得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的庄泽洞。 不久, 两个同时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年轻人相遇了, 1967年, 他们喜结连礼。 然而, 就在豹慧桥和庄泽洞新婚不久, 1968年5月12日, 庄泽洞被批为黑尖子代表。 没有想到那么大冲击, 后来文革爆发以后, 觉得真的很恐怖, 因为不久以后, 我家里的人就连续地遭到了文革的冲击。 首先是我爸爸, 就是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 历史反革命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妈妈呢, 就被街道认为是属于这个黑五类家属, 我妈妈就在街道上跟这一帮所谓黑五类家属, 就是扫马路啊, 挖防空洞做土坯啊, 扫雪啊。 那一年是一个多雪的冬天。 每一次我骑车回家, 我骑车骑到那儿, 我就开始就心里就好像就抖了, 我就觉得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红卫兵在我家抄家, 或者打我父母。 我记得当时的情景, 很悲惨的情景, 因为我们家被抄家很多次了, 所有的东西翻个底调吧那样, 而且像那个, 那时候我们吃饭做的那个凳子是软的, 凳子都要翻过来, 把那个底下, 那个就是都撕开, 就是都要去检查, 都要去看。 家被抄得七零八落。 父亲的问题也随着运动的升温而逐步升级, 一个更大的罪名扣到了父亲报国宝的身上。 电力系统两名研究员在轮番的审查中, 编造出了一个国民党的反动救国军。 父亲报国宝莫名其妙地成为救国军司令, 被严密地关押起来。 直到两年后, 报回桥才被通知, 可以去见父亲。 能见到我父亲我也高兴, 我记得我看见我父亲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父亲在我心目里头一直是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他满头的银发, 一声正气,一声廉洁,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变样了, 我说不出来, 我也不能跟他说更多的话, 他也不能跟我说更多的话, 因为我不觉得他有罪, 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动员他。 我记得我就不停地跟他说一句话, 我说相信党, 相信群众。 但是我觉得很沉重的是, 我父亲没有办法跟我说别的话, 他甚至于会低着头说, 我有罪, 我有罪。 1971年, 文革开始后的第五年, 父亲报国宝的问题得到缓和, 报会桥和父亲分别被下放到武器干校, 劳动改造。 此时, 报会桥的丈夫庄泽洞正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一次意外的偶遇, 美国运动员科恩与庄泽洞建立了友谊, 中国随即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邀请, 中美乒乓球交流成为改善两国的契机, 蝉联三次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庄泽洞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此时, 另外一个人也在关注着这位世界冠军, 这个人就是江青。 当时我的先生就是就已经开始被江青提拔了, 所以有一次在接见的时候, 江青问道, 就是你的爱人干什么的, 结果当时那个李娜就说, 他的爱人是谁谁谁弹钢琴很有名的, 什么在德国什么奖什么的, 后来江青就说, 我正要找一个女的弹样板戏, 让她上来试试。 庄泽洞因为受到江青的提拔, 使得鲍汇桥脱离了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 重新获得了弹钢琴的机会。 然而在样板团的生活却并不轻松。 在样板团呢, 虽然待遇也比较好, 比如说吃得好, 所谓吃样板造, 而且会发给我们衣服啊, 所谓是样板服, 就是比如冬天发人人一件, 不管男女一件军大衣, 当时走出来一批蛮帅的, 好像很神气的那种, 但是挺害怕的, 因为有的同志就是上台唱错了, 当时就是一个政治错误, 就要在全团做检查, 还要写检查给江青, 是这种状态, 所以我说恐惧是内心的一种, 内心深处的一种恐惧感。 样板团的日子虽然令抱回桥紧张, 但至少让他有钢琴可弹了, 这也许是唯一令他感到一点欣慰的地方, 但自从来到样板团以后, 道会桥却一次也没有见过江青, 他不尽有些奇怪。 我是江青就给指名就弄上来的, 可是特别奇怪, 我就没有见过他一次, 也没有见过私人帮任何一个人, 特别奇怪, 而且那次为什么他要把我弄上来, 我也不明白, 是他设计好, 要去拉拢我先生, 还是说李娜即兴地这么一说了以后, 他灵机一动, 始终不明白。 虽然没有见过江青, 但丈夫庄泽洞却跟江青关系紧密, 1974年, 备受江青器重的庄泽洞, 被替大为国家题为主任。 有很多同志呢, 就是在那几年, 就偷偷地就把一些, 比如说红毒女王啊, 什么的这些事情就告诉我, 而且有些同志就很好心, 就说你先生就是本质不坏, 但是他现在跟着走得那么厉害, 你去劝劝他。 所以那个时候, 实际上我的家庭已经开始发生了一点变故。 1976年粉碎四人帮, 十年文革结束, 当人们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时, 报会桥的丈夫庄泽洞被隔离审查, 报会桥也受到牵连。 有一次, 他的那个专案组, 就是叫我交代他的问题什么的, 我好像替他说了几句话, 具体的话我不记得, 总之我就说他不是坏人, 我说他没有干什么反党的事, 结果专案组有一天, 有三个人到我的单位去, 就是跟我的单位的领导, 说我的立场很有问题。 报会桥的演出受到一些限制, 随着政策逐步落实, 限制逐渐消除, 1978年, 报会桥再次踏上了钢琴演奏的舞台, 有一次在工人体育馆, 这一次就是规模很大, 然后报钢琴伴奏就报道我的名字, 我当时记得有大概一段时间就, 没有声音, 看台上没有声音, 但是几秒钟以后, 我不知道这有多长, 就忽然爆发出很热烈的掌声, 我当时因为要上台, 我会想得更多, 但我就觉得一股难留, 最终, 好像觉得人民没有忘我, 没有忘记我。 这一年, 父亲报国宝病逝, 1994年, 中共中央下达文件, 以报国宝为首的三位同志, 在解放前夕, 互产互场, 迎接解放, 做出贡献, 就等同于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1985年, 报会桥和庄泽洞, 平静地办了离婚手续, 此后, 报会桥再也没有走入温阴肥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